被发货的 幼儿园是 哦 幼儿园的是 哦 幼儿园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可调皮了 他们说我是全校哭得最厉害的 我那个声音就是 每次一到幼儿园的门口 然后他们 我就开始哭 我也想不通我为什么会哭 但是我依稀是有些记忆的 我反正一到那个门口 我就觉得是去了 去了一个 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我当时一下车我就开始哭 嚎啕大哭 会哭一个早上 但是我当时觉得 真的没有必要让我进去 因为我觉得很影响其他孩子 就是大家全都记得到 我其他家长都来反映说 他这样可以上 他这样就不如不上 因为我会在那个操场 一直哭一直哭 而且哭的声音特别大 我记得好像就是那个时候 幼儿园的记忆我都有 然后反正就是好像给我一个什么泡泡糖 我不是 你们原来崇勤的 你们小绿色刺过泡泡 他们也得这么大一块的泡泡糖 就是这么大 这么大一块的 就很大 跟我手掌这么大一块的泡泡糖 扯扯吃的那种 现在我没看到过了 反正那个时候我要吃那种泡泡糖 然后给我那泡泡糖吃几个 然后我就会 就不哭了 然后中午的时候 我也特别来精神 我觉得我从很小的时候 我就没有睡午觉的习惯 中午的时候我会去 生活老师 他会有单独的一个独立房间 我去那边看动画片 我记得 我是不会跟他们其他孩子一样睡觉的 他们中午会午睡 然后我是一个人要去看动画片 我就不睡觉 中午 强制睡觉 哦呦强制 你跟我说强制了 强制不了一点 当时人 强制就是 那个他是空厂的 我记得那个房间 他就是一个大空厂 然后都是那种小木床 一个一个那种木床 然后有的是一排棍 然后可以这样翻开的那种 然后就睡在那 就空旷的 他但凡他不把我逮走 我就是一个嚎啕大哭 大家都别睡 全体起立 所以他们也很开心把我弄走 一到中午就直接把我弄到那个 反正去看动画片去了 你俩女人为什么要去办公室 反正那些老师可能都觉得我挺难搞的 幼儿园的时候 我觉得我要是可以遇到这种学生 我真的是 我觉得 要不要考虑一下再加上课 而且我想 我觉得我读幼儿园的时候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保留的记忆 还真挺多的 就是那个时候我是 很害怕吃面 我吃面也会哭 那个时候 因为每次周五 放学大家就应该很开心的 我的心情本来就是 从中午开始就是 应该是很愉悦的 然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到了中午那一天 都会吃炸酱拌面 然后我就会开始哭 我特别吃不了面 我读幼儿园的时候 就特别吃不了面 我小学快结束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才慢慢习惯吃面的 我吃那个炸酱面就会哭 我觉得太可怕了 那黑乎乎的酱浇在上面 当时觉得 好可怕 好可怕呀 又咸 我当时觉得它很腻 又黑 觉得可怕 可怕 我吃了这个我会挂 然后就不吃了 我就开始哭 而且你们在重庆 你们知道的 重庆都是来个 红旗火锅来点 不对 那不是红旗火锅 都关切了 金园旁边 金园酒店旁边 它是有一个 那个德克室的 以前现在早就拆了 那边是有个德克室的 那个就离我当时 读的幼儿园很近 然后 我每天都 如果早上的话 送我去学校 我就要去那边吃 吃那个鸡块 嗯 好像不吃那个鸡块 也就是要 一定要哭 嗯 反正就是难搞 其实我有时候想起 以前的一些记忆 我还真的挺想抽自己的 我就是有点狗粉 我的剧的语言不一定 嗯 有可能会用原声 有可能会用配音 就是 呃 主要是看时间 我妈是挺辛苦的 因为每一位母亲 应该都挺辛苦的 都很辛苦 嗯 打戏吗 嗯 会觉得有挑战吧 反正都是 真的就是 很多新的 呃 东西的运用 嗯 就不白来 后面嘛 我掐仔细算 还今年应该没有古装 嗯 什么时候决定走艺术的 大一 倒不是辛苦辛苦 是看这个 本子合不合适 嗯 我记得这个本子的时候 我也是知道会在 最热的时候拍 嗯 对 今天是带装 因为我等会 我今天是带装 那然后等会 我就直接去一个 速速的写了 我本来想说 这个下来 感觉一聊 就是聊得开心 跟大家 眼睛是涂了眼 不是不是不是 是眼影涂了 高中的朋友一考吗 要一考啊 而且重庆里会有那个 类似于同考一样的 就是 全重庆是联考 然后还会排名 然后要排名 过了多少多少 然后你才能够 去到某些 某些那个院校会这样 然后你参加完联考 然后你再去参加一次校考 眼线就没画了 用的眼影 他眼影可能就是 比较浓郁吧 然后你看像眼线 但是我觉得 不好意思 刚才那个音响 好像出了点问题 那个唱歌的 他打嗝了 还喝水 就是因为这个气泡水 找到还喝水 他这个呱呱呱的叫 这个月有兴趣上吗 这个月没曾听闻 这个月有兴趣上吧 就是 这个侦探角色 好多想法 后面的那个人物 还真都是不一样 这是这个人物也是 太爱了 不用有包袱 我在你们面前 有什么包袱吗 没包袱 我跟你讲 但凡我现在能打屁 我都给他崩出来 就是放不出 嗯 我是想放着 就是放不出 重庆人 我不知道会不会播 因为 我是个小演员 我怎么会知道 那个东西播还是不播呢 它具体在哪儿播 它播还是不播 这不是我打个响子 就能说了算的 你不要问我嘛 你问一下别人 还是会给大家一个suppress的吧 到时候 好了不骚了 我要准备去洗漱了 我准备下播了 准备下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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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不去 不写不写了 我聊聊 我真的就是一个写数瞬间倒床就睡 准备下播了 我就是直接就说说洗了 拜拜 我爱男男子们 谁让你淘气这个时候甩红包 谁让你甩这个时候甩红包甩红包干嘛你 祝你们红红火火 身体健康 拜拜拜拜